郭女士啊,原本是为贤惠的家庭主妇,据她说,丈夫一年前移情别恋,经过抗争争取,虽然父亲郎最终算是回心转意了,但是从此,丈夫跟她一句话也没有了。 郭女士现在在龙岗中心城某小区当保安,她说,丈夫基本上不给她家用,为了给孩子凑足学费,她只能出来继续工作。由于家里没有人照料,她也只能带着孩子来上班。为什么丈夫会如此的不顾家呢?郭女士说,因为在她和丈夫之间出现了第三者。 第二天问她,你怎么不接电话,没听到啊。 郭女士说,自从去年九月份开始,丈夫就变得神神秘秘,总是彻夜不归,也找不到人。郭女士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丈夫的姐姐。 姐姐跟踪后发现,自己的弟弟在外面有了心欢。 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,在她车上查到一串钥匙的,那串钥匙就是他们租房的。 然后我有一天跟她吵架,我说,那时候这里车上找的那串钥匙就是你们租房的,是又怎么样,不是又怎么样。 知道事情后,郭女士曾经生气地回娘家,后来觉得自己这样做,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。 丈夫不但不会回头,更有可能变本加厉。 于是,她便说服丈夫的亲戚们去劝说,亲情的力量是伟大的。 丈夫断然表示,自己将与小三划清界限。 这当中有很多人在帮我呀,她的爷爷奶奶呀,她的姑姑呀,都是劝她呀,要回头啊。 我就是尽量不跟她争了,不跟她吵了。 丈夫现在回家的次数比以前多了,偶尔也会回家给孩子做做饭。 但郭女士更难过了,因为丈夫从此没有再跟她说过一句话。 她录下了与丈夫的一段对话,长达十一分钟的录音里,只有郭女士一个人在说,丈夫是真的做到了没有支言片语。 这样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 无声的相处让郭女士接近崩溃。 她说这样的生活根本没有快乐。 她也曾祈求丈夫有什么都可以说出来,任何事情她都愿意包容。 但是换来的还是无尽的沉默。 爱你吗? 我感觉不到。 感觉不到,那你还爱她吗? 十多年了,肯定有感情了。 如果她有什么,比如说在外面或者怎么样,有什么过世的话,那我肯定会原谅她呀。 我也希望给小孩有个完整的家吗。 记者尝试拨打郭女士丈夫邓先生的电话,一直处于欠费状态。 直到下午郭女士帮丈夫冲了话费后,电话才接通。 一开始对方非常抗拒,几次以打错了为由挂了电话。 几个月都没跟她说话吗? 没有,不是。 您的意思是说你有跟她讲话是吧? 有,肯定有啊。 你们这件事不是,是否出现了第三者? 没有,她那个比较多疑。 她是故意诬陷我的。 都市接着报道。 这说法还完全不一样。 但是不管怎么说,这样的沉默可不是金,这样的沉默是受罪。 这算不算是相爱容易相处难的。 在这十多年里,两个人可能在沟通方式上会有一些问题,没有及时解决,而随着时间的退役。 包括直到今天,双方虽然还同在一个屋檐下,但是心理的距离比较远。 在这里也真的希望能够为这个家都真诚的做出一些努力。 毕竟都说家才是最温暖的港湾。